另外看到捷安相公所在县政府还有多位的议员支持下 是获得了300万元进行多功能无障碍电梯改建工程 在23号举行启用典礼 同时还有企业捐赠8台轮椅 以及相公所打造了无障碍厕所 那么营造友善温馨的洽工环境 捷安相公所多功能无障碍电梯 在现场来宾的掌声中揭幕启用 乡长游淑珍感谢县政府和多位的县议员支持 让捷安相公所迈向优化服务的新里程碑 捷安有爱 幸福无碍 也让我们的行动无阻碍 捷安相今天是我们电梯的成立 在这的电梯总经费300万 我们重新设计规划 符合到完全百分百的合格适用跟空间的使用 所以也谢谢六位议员的寄助 谢谢我们西学义员 黄兴议员 周静佑议员 张正志议员 以及我们黄正副议员 还有我们的林元副议员 我相信这个都是我们现相协力 地方共识为我们开启的这样的适性建设 除了多功能电梯 还有企业捐赠了八台全新的轮椅 要服务行动不变的长者 另外相公所也设置了一间友善无障碍厕所 增添了温暖贴心的服务量能 今天邀请到好多好多的长辈 一起来跟我们欢助电梯的启动 这是第一个阶段 也谢谢我们企业的益助 让我们有八台的轮椅 可以放在吉恩相公所 放在浩克艺术村 放在我们各个馆设 甚至于图书馆 让大家来使用 也谢谢我们的县长徐振卫 为我们第三个阶段 友善的厕所的一个改善计划 要来做执行 县长游淑珍一一致政感谢状 给支持和波建议款的县议员 还有代表19900货 来捐赠轮椅的客家祈老范振成 随后大家陆续体验了搭乘无障碍电梯 并且一起到二楼清明堂 由代表会的主席邱美云 带领大家来做健身操 场面热闹又换新 这里会讲一讲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